大家好,回到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提提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你204、656問題的專家意見 有種問題的電郵去到ASK、Bash號急或WhatsApp到91571428 Facebook順便是準直播,大家可以啟動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的留言,我會盡快解答大家 市場不夠彈力,加大家說什麼 其他一下既然有183,為何有 之前有人問過可不可以買 我都說了不要買,Nani早晨 我都說了這隻不可以買 但它現場景,不如先說它 你看到很難關注 但是真的,一直都自從它有牌照之後 我都說了不建議大家買 因為影響是大的 不過這次它的刑警其實就不跟 Kelvin那件事,其實是不關牌照事 但有一件事,撇除我先說它本業 其實它上年的數字,即是183 其實它上年下面的數字已經是差了 比例已經是差了很多 因為它上半年的時間 其實是183 它上半年是賺多成不差,好像是兩成多 它二、三年,上半年的數字 其實是很厲害 你可以蠻少許,當是基數下用那件事 基數下用可能上年的時間很高 但是它下半年的時間 其實那個數字已經是突然間轉得很差 其實它有一個trend,你見得到的 到了這次上半年的時間 它有一個刑警 其實它差什麼呢 那個位置是大家猜不到的 它是差那些SMS那件事 可能發送那件事,那個收入跌了很多 有一點和大家想法 它竟然這一範竟然會這麼差那麼遠 那又是真的 因為我給大家看看去年這份業績 你看到它全年那份業績 其實它的數字是真的跌了 我之前看它業績的時間 我都有一些驚訝 因為是有些想不明白的 應該是 先說,好像是這一塊 國際電訊業務這一塊 好像是,我記得企業這一塊 你知道它們是這一塊 已經不斷斷掉下去了 現在傳播你見到它都還有增長 譬如這塊其實是差的 而這一塊本身它就是當作慢油 當作那些叫做SMS那些 是真的差了 其他那些你見到就沒有什麼的 是這一塊 但是應該就是這一塊 導致它的業績今次那邊就很差 還有一樣東西 因為它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收息股 你說現在它的盈利跌了大概是三、四成的話 你其實只要按照卡 它按道理 如果它派送去的那個 Pair ratio是不變的話 其實你的息是減少三、四成的 其實它的價格跌兩成 其實是合理的 再加上就是它本身有那個 就是澳門電訊那個牌照的東西 雖然是延遲了一年 但是當地都說得明白了 都是想人民競爭 那些競爭的其實都說得明白 所以你說它之前的時間 即使Picture這個也好 其實那個牌照也好 都是不行的 都是頑皮的 所以 大家如果你說 拿著貨的 自己看看有沒有機會彈一些酒 說真的 Cut Loss 就不會了 這些位置 很難說 因為前景真的不可以 再加上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只可以說 那些人家有課 你唯一博它這件事 博它派送那件事 可以保持到 雖然它可能是Pair ratio調升 又或者是它等自己拿錢出來 再派送 有可能嗎 不知道 但是 它多錢的嗎 它有十億 十一、二億現金 又不是沒有錢的 但是 不止 派息這件事 就是不同公司 可能它自己有自己的考量 但是算了 這件事都不適合了 這件事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算了 但是有課 大家自己想想 不沽也好 看我們打一些酒的課 好 你看看 2382 2382 和美國總統都還沒說 是啊 2382就沒有了 因為它那個營起 其實你計算一條數 它的數字不是特別好 你計算一條數 大概是十億左右 但是它其實營起已經預算了 因為你上年真的差 你今年機率比較低之下 有反彈可以的 但是你用它現在的數 和它二年相比的話 其實都還差一折 其實都還沒回到二年那些情況 另外出貨又不是特別好 所以 沒有跌就 很難玩 2382 很難玩 所以這隻又是拆 很難玩 真的次數上到五十元左右 第二天就和你賺回來 很誇張 所以這隻東西 我都不特別買 不過算了 你現在出賣型起 又變成考不起的話 就算了 看看是否下一輪的好戲衝勁 LPL減少1.5 Kelfer是變相減息 但這是有點意外 但也不怎麼說 之前都說過了三宗傳媒之後 應該有些事情會做 在國民政策方面 所以現在去做又沒什麼事情 C早晨 拜登退選 又說說 這宗 這宗有些 As expected 算是 我們上個禮拜都在罵 還沒說 還沒說 不過 這樣說法 他退選要預了 但賀錦麗上 是不是預了 就5050 因為始終 有件事 我想第一次都有些質疑 這幾年去那邊 這三四年 其實你想一下 賀錦麗的名字 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十次 沒有人 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沒有人 我想 在某程度上 大家現在 即使我假設 我都很覺得 假設你本身 你可以在民望 你可能是民主黨那邊 可能你當明人之星這樣算 你現在這一刻 你還不可以出來 就來撐 你不知道現在特朗普去撐的話 輸了九成 認真說 輸了九成 如果你找其他人 可能當他有名望 很厲害 你現在有沒有拼之力 說真的 如果以這一刻來算 那應該都會輸 誰都會輸 你只不過 所以有很多人 有機會贏也好 那些人都不會出來選 已經四年之後 那你沒有 你可能還年輕 那些人還是 遲四年 沒所謂 是是是 但等於我上次才這樣說 與其你找些人 都不知道找些什麼人出來選的時候 沒有一些新丁出來玩一下 玩一下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但只不過你說 你為什麼要出來選 你說現在 當然是否他一定會出來呢 不知道的 因為他民主黨那邊 是下兩星期之後 他才那個什麼大會 才會落實 是嗎 是的 所以現在還沒有落實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他 叫做多人支持他 所以你說有沒有一些人 會突然自己 自告份用出來選 不奇怪的 但你這麼說 其實有誰想來選 是否一定會輸硬呢 他問題上是否一定會輸硬呢 其實是有些事情的 有些位置是說 很多地方 假設你是民主黨的票倉 你是共和黨的票倉 你基本上是不會變的 基本上你找拜登繼續選的話 民主黨那邊一定都會照選你了 但問題是說 那些叫做游泥 搖擺州份 真的很難說 但是現在 因為大賞還有4個月 這樣算 這一點 我想現在這一刻 特朗普正是正在贏 我覺得正在贏 但4個月來講 都仍然很長 你說突然間 特朗普這樣說 你怎知道 特朗普沒有病 你不知道 這些事情其實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變成現在 我看一下 第一看剛才民主黨 找什麼人去選 第二看出來選之後 有些什麼 大家 我想很多黑材都罰出來 反而習慣 特朗普做這些事情 就很多這些事情出來 看看怎麼玩 但是變數 在4個月的情況之下 其實還是很長 政治現在都嫌多 所以 我覺得很有趣 現在這一輪的局面 大家 現在電腦 當是看一套長編的連續劇 看看怎樣去玩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現在大家在追劇 看看那邊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好 好 阿施是116 3個時有6有貨 差不多沒有了20格 要不要先走一轉 今天就有些事情定一點 我還說了一點中海有 我教授那時 星期六都說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我真的覺得 其實這一類股份跌下來 應該真的純粹是為股息水 即是你現在叫你沒了 你如果變相之下 這批股份之前升得多 你會當回一成 其實你看看中海有 真的差不多一成 你今早上再插掘下去 那一下 是因為油價因素有影響 但你看到已經定了 所以同一個道理 電力股都是 不過變數或挑戰是什麼呢 是真的害怕經濟狀況 如果經濟狀況 即是沒有什麼起色的話 電股也好 油股也好 都是真的會差一點 這一下是要關注的 是要關注的 但是怎樣也好 有貨就暫停先 都不爭取看 看哪一天有C 看哪一天有C 好 C-money很厲害 好啦走譜 我都說今年有兩隻 C-money一隻是 普馬特 即是年初都說 現在有兩隻想賣 不過算了 即是有時就是這樣 即是不是有難 即是始終錢又得夠 你又不可以每樣都賣 那就有去吧 是有點秀武的 不過算了 成交大不大呢 今天算大 算大 嗯 不過算了 即是那句 有去大陸就算了 看有沒有機會回到一些 如果介紹那一刻 他業績中 業績中還可以的時間 到時才再考考 沒事的 有去吧 阿絲 阿尼有去 沒辦法 二十零星 遊戲很厲害 二十零零 是嗎 是呀 劃心動的遊戲 什麼 不知道什麼 心動小鎮 好像說很厲害 但這隻東西很難玩 算了 很難玩 中東有新戰火 反應不大 是呀 沒有呀 這些都是水水的 即是今次 今次 以色列 我覺得有一點 大家好像將一些 好像一些外國媒體 好像刻意地將這壇東西 按到很低 可能因為太多大的消息 所以變成他這壇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OK 或者再看得怎麼樣 中、金、和北水也有翻牆買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其實中海有跌 如果你用回 我會說這樣說 當你真是北水沽的話 其實應該差不多 還有一件事 我用回現在的數 去計算它的息 這樣計算的話 用回上星期的概念 可以一季賺8毫多 如果是乘乘4 計算4乘4 計算4乘4 其實它的息 現在大概是1.5 1.6 你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差不多有接近5、6厘 如果到這個數 又5、6厘 即是坐底 我覺得它的價格應該拿著 起了大概20元 哪些位置 應該拿著 沒有再看下去 其實我不是一個人買5、6厘 當時你這樣說 我都說它差不多 嗯 就看看怎樣 TSM 加吧 我今天想不去加 Tony 是啊 跌到什麼位 我先去沖 沖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些位置 可以分駐買一些 這些位置可以開始 你想要20元留下 既然它今天下過20元留下 那就是20元留下 可以想一想 但是TSM 我想要今晚加的 Tony 我都不特別在意 那些什麼定不定完政治 那它既然OK的時間 我都不理 而且我上個星期沖了神話 現在有些打藥 所以變成可以再加一些柱 嗯 是啊 好 我們先聽電話 好 有電話 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哪個個份 我 即是8月3 跌了下來 由23個月跌下來 8月3是嗎 你說 是啊 那現在我上個星期五就傻了 就是20個月跌 就已經買了很多 但我想想想好像有最多的 今早新聞都說 擺了一條船 又說那個沙塞那邊已經 已經說停火了 那我就想想 如果20個月跌 我究竟在這裏等 那再下幾個月就差那麼多 我簡單來說就是 你20個半都買到貨 但又可能怕自己買貴了 是這個意思嗎 是啊 就是要看貨幣再下 那我究竟 哦 陳小姐 李小姐 其實星期六我們都說了 我都說其實我覺得中伙有跌到差不多 它的跌其實因為本身大家 你有沒有印象上一次的時間 不是有一些叫股息稅減變取消那樣東西 因為那樣東西它的價格就衝了上去 但因為現在那樣東西就沒有了下文 所以你看到上星期的時間 即是那三種傳媒之後 是一批中特股的全批跌下來的 但是那一批跌下來 我覺得已經在反映著這個股息稅的因素 其實20元左右的中可有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它很有趣的 大家計算數而已 我也是計算數 如果20元左右的話 它的股息率大概有6厘左右 其實應該都挺穩陣的 所以第一樣東西20個半買 雖然你開始覺得高了 我覺得都OK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我覺得它的價格不會跌得多 所以其實20個半買的話 我覺得OK的 其實我自己想 我今早去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貨 我想一下是不是應該都要減少一下 因為我本身也有貨 但是想一下想一下 現在計算數 不用了 不用理它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不用那麼擔心的 OK的 放心 如果我們有些什麼 即是我也有貨 如果不是我減時的話 我會通知大家的 但現在這一刻 我應該暫時沒有打算 那你都可以口力一下 你覺得可以拿著 可以拿著 可以拿著 可以算了不用怕 你20個半買 現在差不多回去 都回去交香價 其實現在彈一下彈一下 回上去的 所以你不用這麼擔心 要不知 因為其實是由年初 12.2左右 一直一直這樣上 上去 對 沒錯 變了差不多一個 將近一個失誤 但是現在只下了幾元 所以你的政治環境 好像又差了 即今早他有新聞說 是 變了 如果你說可以 你差不多的話 其實因為票是一個高息 是否會這樣呢 是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政治混亂的話 其實你說對於中海有未必是差事 你原政治緊張的話 油價都會升 還有就是今天它的跌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你快點說 這段跌 你當是有少許大家害怕那個經濟風險 就是怕我們的經濟狀況 不行 這件事 但是講一講一講的時間 回到你家鄉 所以都不用這麼擔心 就知道 還有有時候買股票 很有趣的 我都用了一個比喻 就是說 升的時間大家不敢買 但是跌的時候 大家又很擔心 跌到會 又做得下跌呢 其實沒有的 就是有沒有何投資 這件事 你很難說 一定是永遠是抹底 和股票的頂 沒有什麼可能的 但是既然你那一刻買去的時間 你是有些信心的話 那你就先拿著它 還有 我當你可能買得大一點也好 我程度上 即使20.5元 掉下去20元以下 那個百分比 還是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沒有 先拿著 暫時先拿著 除非真的突然間 你說 說內地的經濟數據會很差 有些更多的負面消息 那都是對於中海有 如果不是的話 不用擔心 謝謝 好 那謝謝你小姐 怎麼樣 繼續留意我們節目 我真的怪我 我都不害怕 那星期六節目 真的說 其實回合成之後 其實真的發映了那個因素 我其實不太相信 他會猜測 為何這樣插法 所以不理他 有他 那繼續看你的節目 整天都會有update 883 不需要太擔心 看著節目就可以了 沒錯 有問題再打我上來 NVIDIA 可以上來嗎 NVIDIA 可以上去嗎 那些什麼 Monopoly 但不會 其實有件事 反而現在更加明確就是 我覺得不是Monopoly的問題 基本上你可以不買他的東西 我都是抱歉